副导演 还有另外一个组的副导演 就他们就会合在这儿 就看这些照片 这没有不错 我当时就觉得 最受辱 我在想如果你拿的是我的照片 我现在过去会给你一把张 你是来做什么的 你是副导演 这种不公平好可怕呀 所以我一直都在想 只要是可以在这个村子里继续混下去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站出来说话 就是提醒一下这些不道德的人 你们在毁这个圈子 毁这个社会 姐我的眼睛多尖啊 我眼这么一掃 只见纸条上用硕大的字写着 选某某某 就是他来的结果一公布 纸条上那个选手三票赞成 两票反对晋级了 哎呦喂当时把我 离开某一家公司之前 我本来嗓子一直都很公认 是好听的 我有一天就是下班 那个有一个助手 他就给了一杯东西 我喝 总到这么大 连总到什么 你眼睛是两个要快要爆出来 后来就是到了一家很大的医院去急救 就后来那个医生才验出来说 你应该是中了一些某一些化学的毒 而且是下手还不轻 党电影圈是在大概是八十年代就经历过一段比较乱的那个时候 我听过很多传说说刘德华被人怎么逼着拍戏 那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经历过一段比较乱的时候 就01年代出版的那个时候 因为就是我们的电影拍得太好了 人去搞乱电影圈的 是突然进来的人 好比说台湾片上去雇佣一个坏人 去拿个呛指的某些演员去拍戏 应该是没有指的演员吧 我听到的是因为是指的经历人 嗯嗯 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18岁来拍电影的时候 去台湾做宣传 然后有一个秘书就来敲我房门 就拿了一起带的钱给我 然后他说就是我们老板要给你的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现金 然后我说你把他还回去吧 我给你金钱去 你可能这把我钱不够大 那我收到你干嘛 那你还没收嘛 那第一次忙你第一次你收完就很累了 那他别人 那他就想送给你 那我就去给你了 最后都讲了 也是希望百年以后很多事情人家不要猜 我能不能 这本书一完了之后 我再跟默默 再把我一些真真正正的不为人知的事情 年名代姓的写出来 风箱 交给一个律师行 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问题了 那真的是非常传奇 你们 你们如果 听见一些名字或者是我讲的一些事情 你们会吓得 我好莱坞的娱乐圈挺脏 挺黑暗 应该说挺黑暗 然后有很多人看到我 可能就是觉得 哦演员漂亮 有一次我可以跟你说 有一个有名的美国的制片人 叫我 然后我就叫了一杯奶茶 然后我就把电话给他 我说我到了 他就说 他那天没有坐着 现在你过来我房间吧 我说不用担心 我已经 剧本啊 一般都是在洗脚房里弹 就一边捏着脚 一边弹剧本 要么就是在这个夜总会里弹 我还记得就是有个投资人 就是在那个夜总会里 一边搂着一个小姐 跟我说 这个戏 我们一定要弘扬正能量 很怀念 梅老板做投资人的那个日子 他们特别好 就是我经常各种 比如我房地产商 到现在互联网企业各种投资人 最好是梅老板 他们除了要求那个 找女演员以外 没有别的任何要求